公职补习班员工在做日常电话招生工作 但跟电话那头说的话有些不同 他们问学生想考什么 大部分都是回答国营事业员工不再是公务人员 让曾见证万人上榜的补习班得改变教学内容应对 他不考公职考试 他是会转考到国营事业 补习班副理说从疫情后这种改变就出现 首先得厘清两者分别 公务人员所经过考试是高考补考特考 能担任职务常见的则是县市公部门内部人员 还有区公所地震事务所等处第一线人员 至于国营事业员工虽然也是在公务部门服务 但分发单位不同 像是台电中油自来水油局才算在其中 看来差距不大过去两种也都被视为铁饭碗 但现在公务人员却被认为是捧生锈的碗 让各界开始分析原因何在 网路也是越来越顺畅了 有很多的所谓的主管到了晚上的时候 或者是假日的时候 一样是会分拍工作 人员银行认为是否真正下班是关键 只是也有国营事业员工透露 目前他们也走责任制 却没有公务人员人数大减问题出现 新北市政府2022年一年内298人离职 新竹农业处也有5名技师压力大离职 桃源水务局4年内5名公务员请调 曾考虑当公务员的沟先生说 关键在福利差很大 10年左右年薪就可以到差不多140、150 公务员就薪资比较固定 实际比比以考上高考公务人员来说 月薪起薪落在5万到55000元 年终奖金1.2到1.5个月 想要调薪得经过行政院审核难度偏高 至于国营事业 虽然考上平均起薪 每月只有4万1000元 但年终奖金大约有4.6个月 最大亮点在于每年都会固定调薪 幅度约2000到3000元 到了第四年 月薪就达到4万6000元 之后每年还有500到1000元调幅 结合疫情过后 民众对于薪资待遇该如何 有更深一层思考 让公务员开始走向缺工 现在第一线人员又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让恶性循环出现 110年底 台湾公务员人数比前一年少0.3万人 越少人 员工又越累 越不想当公务员 让公务员的缺工未来 各界不得不看见 八大新闻 您是王明贤 这么报道 很久远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想象 连公务员都缺工 但是刚刚透过记者的解析 了解到了公务员和国营事业之间的待遇 其实真的有一段落差 尤其是光想老岁末年终 这年终奖金一笔呢 公务员呢 大概最多是1.5个月 但是国营事业一口气就可以飙到4个多月 所以实际来看看案例当中也有解答 这是金门的金酒公司 亏为10年 今年开征50名生产线的员工 虽然考生得要扛着25公斤的高粮 折返跑个50公尺 但因为这4.6个月的年终奖金 再加上福利配酒 一口气吸引了1300多人报考 扛起大布袋开跑 好不容易绕过三角锥 好像有些太紧张 不小心还是摔了一遭 跌倒了没关系 赶快爬起来继续往前冲 这并不是体能训练 而是要来考金门金酒 也就是国营单位 考生各个拼尽全力 数量更是引人注意 1362人当中17岁以下的35名 重点是数科会先筛选出200人 比试测验后只有50人能通过 还是吸引大量民众 我大概练了一个月 很怕失忆 因为他一次定生气 不怕难不怕麻烦 第一阶段数科测验 要扛着25公斤高粮 折返跑50公尺 接着再搬三包40公斤物品 到1.5公尺旁指定处 金门金酒亏为10年 再招考生产线员工 来看为何如此受欢迎 年终奖金4.6个月 还有员工配酒 打的就是福利待遇超好称号 人力专家说分明 催公时代 无论一般企业还是公家单位 想要人才积极 就是要愿意提供吸引力 例如监狱监索管理员 起薪48K 月休17天 现在也被视为超诱人 讨论度极高 现在的公务人员不比在威权时代 有非常多的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工作的压力 他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全职 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私化的工作 那当然对于这个目前年轻人的吸引力 就会越来越低 或许可以改善工作环境 又或者是给一些部门内成员 一些自我进修成长机会 工作一旦责任大 又待遇差又没尊严 抢人才就会有难度 挺自然的论点 在缺工时代 连工家单位都要面对 重新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 做出改变 八大新闻你是王明贤送个报告